大家好,我是Judic 今天星期六,我上午去上班 下午的时候我要出去了 我自己搭公车出去 但是我一上公车,我觉得好像一个冰柜一样 好冷啊 我发觉好多搭公车的人都在戴帽子了 为什么台湾的公车这么冷的 下车了 我有两个香港朋友来台湾开烘焙教室 看看他们在哪 好像在前面 到了到了到了 Cooking Studio 看看 很热闹 哇,好多人 Hello 你好 多谢你来的 是的,这位是主角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Rosena Rosena 是,就是这里的 So much fun cooking studio 是的,就是这里的老板娘 这是一池塘烘焙料理教室 你为什么是来到台湾才做的中文名 哦 因为有中文名可以亲切一点 是的,台湾要中文名 是的 因为他们开张了 所以我都来趁去 恭喜你们 多谢 多谢 他们排除曼南 终于都来到开店了 开了多久 十个月了 十个月了 是的 我一来到很威风 一隔离完 我们就要体验台湾医疗 哈哈哈 一来到就去隔离22天 我们那时候 我们先15天 然后再加7 是吗 然后隔离完 当然很开心 当然像你那样 立刻出去工作 找店 是 约好我的店 下车 一下车 哎呀 向后跌一跌 骨质疏鬆 接着就跌斂了 哈哈哈 一点断骨 一点断骨 很夸张 坐轮椅就坐了两个多月 然后你持拐箱就持两个多月 是啊 哇很麻烦啊 立刻一痛啊 都挺OK的 台湾 你会发现 虽然你跌跌脚 你坐轮椅 但是你会发现 原来那些接运站的电梯又很旧啊 然后那些行行路呢 台北市啊 台北市啊 都OK的 是不是台北市的很多陷阱 有人说很多陷阱 离开了台北市之后 那些陷阱就更多了 终于现在没事了 是啊 走走走走 终于医了多久啊 终于医了五个月 五个月 哇 到现在骨头都没关上 接着店铺又搞了多少个月了 店铺搞了三个多月 三个多月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幸运 我们又遇到非常优秀的装修公司 设计师 设计师很优秀 演技工程师 接着呢 终于都做完了 是的 那些不好那些不好说 是的 这么优秀 很优秀 真的 现在想知道如何优秀 就要来找我们 找我们聊天 总之都是提示大家的 如果搞装修那些 合约要签得很好 是的 其实政府是有一份装修合约可以签的 哦是吗 是的 政府有一份的 上面有很多规定 譬如他延期要如何付钱 是的 那些条款一定要写好 哦 是的 譬如他如何为之验修 那些都要写得很清楚 一定要清楚去验修 如果不是呢 他们是死到拗生的 哦 会很难处理 因为我们现在还面对的一个情况 我们因为按合约去收违约金 就可以未承扣的本来 但是现在呢 因为他不想我们扣他钱 但是他辞了我们两个多月 那个装修 比如说装修一句 现在变了三个多月 哦 如果你要扣我的违约金 我就找师傅来拆你的贵 哦 这样吗 他现在恐吓我说要拆我的东西 是吗 所以我现在就等着他来拆我的东西 哈哈哈 下次周旋完之后 我们就成功击他这个 是啊 是啊 所以就要小心 哦 原来台湾都有这些东西 所以要小心一点 找装修公司 哇 我在这里吃了很多东西 拍给你们看一下 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好 大家好 刚才我说完一大冷餐 原来是没开机 哈哈哈 好傻啊 鳳梨卷啊 这个呢 是花生好事 花生好事 花生好事 是啊 是啊 还有这个曲奇 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这个呢 是香港人的气球公司做的 其实呢 露鲜是我香港的客人 没有的 那时候我在尖沙咀 美甲店那里 那里呢 那他呢 都光顾了很久 我们在隔两条街 是啊 他就在尖沙咀开这一间studio 没错 我们很近 所以呢 最后一刻呢 就冲去Judy 那里 Judy说 哎呀我的客人走了 你可以早点来 那我可以立刻去 是啊 是啊 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呢 为什么呢 我们两个都在台湾啊 是啊 好笑啊 我呢 其实是什么时候知道Judy来台湾的呢 那时候就是刚刚爆疫情 那我刚刚做完手术 本来我每个月都去探访她一次 整一下眼睛 现在没整 立刻没那么漂亮 那时候呢 我隔了三个月才去见你 是啊 因为疫情又做完手术休养一下 那去到店里想 哎 为什么执空了些东西 我还问你 你关店啊 是啊 然后他说我走了 哇 你走到哪里 哈哈哈 就是台湾 我问他台湾哪里 是啊 你带我什么 北部 台北啊 是啊台北 台北见 哈哈哈 原来他又申请了来 投资移民台湾 我也是在台北 是啊 真的没想到 很奇妙啊 很奇妙这件事 我以为他走到第二度 我没想到他 真的走到第二度 现在我们真的在第二度 不是香港 原来这里找店 不是每间店都可以做控陪 台北市 台北市 因为我当时问会计师 新北市 他的新北市是没有管的 是 台北市你要交申请 可能等七天 他就告诉你 那个地址做不做得 我们找了很多间都不行 竟然是这样的 我们完全没有想过这件事 是的 我也没有想过这么难 所以才来到新北市 因为新北市 暂时宽松一点 暂时没有管 所以原来 不是我们想象中 找店那么容易 不是想着你有钱就可以了 你这里是空陪教室 可以教多少个学生 我一般以前都是教八至十个 大家聊聊天 很温馨 他很厉害的 你知不知道 这个人是蓝带的 很多人都蓝带的 不是的 你又不见我蓝带 你怎样 你弄手指甲 弄眼睛 你那些人弄眼睫毛 真的弄得很好的 可以手势 身家 找别人弄过 我觉得没那么舒服 是吗 那你有空过来 是的 你弄我可以睡觉 那些人弄我 不是的 他真的很厉害 他当时在香港很多学生 因为我本身教书 然后突然之间很勇敢 到三十多岁 觉得人生 别说零零 别说零零 如果不转行的话 就可能没机会了 很勇敢拿钱 拿钱就去南大读书 你在当时在哪里读 我在东京 东京 不认识日文也可以吗 我是英文班 我是英文班 因为有日本老师 有法国老师 所以他是翻译做英文 所以你说我的客人很厉害 每个都很厉害 不是 还有他这个招牌 有个故事 是的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是的 有个故事 因为他在香港的时候 那个studio 即是要删 最后一天 然后他的学生 逐个字 帮他拆下来 保存好 这些学生刀工很好 他们是拿开刀的 还有牙齿的 他们三个人帮我拆这个 因为知道我不捨得 然后叫我 你先下刀 你先下刀 我先下刀 他们用开刀 所以根本上 一拆第一个字 我已经想 即是想哭 我帮你搞 你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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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帮我拆好招牌 然后他们帮我包得很好 我差不多开店 他们就寄回这个招牌 然后就逐个字钉上去 是的 我逐个字钉上去 这件事很感动 他知道我最后一天 他们很好 一班朋友包一个班 上完台帮我拆招牌 即是最临别抽波 是的 收拾一枝 真的很想着他们 不要紧 我们现在快要开关了 旅游签证开班的时候 这些学生都可以 早团过来上堂 他们经常吃萝卜糕 胡头糕 最近在做这些 因为原来台湾人都很喜欢 我们的港式糕点 港式萝卜糕 很多馅 我今早才吃完了 好吃 对 因为刚刚探亲签证开房 今天叫我妈妈 帮忙托了几斤瑶柱 因为台湾比较少 买到北海道瑶柱 我们做高就用北海道瑶柱 他们通常用小的 你很扔本 跟我们一样 香港人做所有东西都扔本 用好东西 用普通货色的 不是说别人的东西 不合眉 Roseanne和Erica 大家好 香港的朋友好 全球的朋友你们好 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 新装 好没有住 8月开始 8月开始 我觉得 OK 因为我只懂林口 其他区我不懂 近不近 你们跟店 很近 我们先找铺 然后才找住 走回去就可以了 3分钟就走到去 太棒了 因为香港人很喜欢上班 打空都说要回家 没有东西可以阻止我们上班 是啊 没有东西可以阻止我们上班 我其实很喜欢上班 救命 如果被人听到 就打死我们 想着我都会上班 对 新装的生活机能是不错的 多不多香港人 原来是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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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家里附近 也有一些香港人的店 那我们是见到 人家的店门口 写特色的东西 就知道这间小 香港人开 就知道有 鸡蛋仔 鸡蛋仔 鸡鸡鸡鸡鸡 鸡鸡鸡鸡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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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所以台湾人不要以为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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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就是这样的了 你到没人没物 是不是 靠这些靠什么 你变到 就算我们认识台湾的朋友 就算有些老师 之前都没有见面的 可能在网上认识的 可能有上下的课堂 我们来到他们都很好 立刻请我们吃饭 见面 有些什么就帮了 你们都挺好的 我们都很意外 因为你们很热情 可以帮忙 不是说我们真的帮你 不是因为你之前弄了脚 我师傅问你有些什么 对 所以都可以来帮忙 照顾你 买东西过来 我们帮忙的时候 其实都体验到台湾人情味 一帮忙就知道 你撑着拐杖去看恐陪展 Airbnb 然后我用了一晚的时间 叫他去帮我买了一支拐杖 我锻炼了一晚 我说我可以用拐杖去楼 你说撑着拐杖都要看恐陪展 对 你说都要挂着公司的东西 你说多么喜欢开工 对 像你一文 真的离开房 对 然后台湾的人都很好 他不知道我是真的永久相残 还是手中我坐着掩饭之外 他们很好 因为他又不会觉得 你都未必是检戒的 你从来以来 但他们真的很好 很热心推广 帮你介绍一些东西 我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香港可能 未必会尝尝 是吗 对 真的 然后就体验到台湾的人情面 对 很开心 虽然那段时间很辛苦 但是 你又看到台湾人另一面 对 他们连到这里 很好的人见过 坏的人也见过 所以就 有心理准备 对 都打了个底 都知道世界是没有 什么人都有 但是这么早遇到也是好事 对 上了宝贵的 很多货 哈哈哈 这样 香港人在做生意 其实都很难 我们最初来到 什么都不懂 这两位都预过一些事情 可以分享给大家 不论香港人或者台湾人 是很有用的 你说一下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想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这个发票 当你给了钱对方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 第一时间要拿回发票 是的 因为我觉得发票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保障 还有可以抽奖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是有两款的 有一款如果是没有统篇 就可以抽奖了 如果另一个又统篇的 就不可以抽奖 要去做这个公司开支记录 还有去报国税局 求税 如果公司收了钱之后 不给发票 推了两个月 都完全不把发票给我们 那就不可以出公司数了 这个是其一 其二是很多公司 譬如你开发票 开同篇 他会问你收到5%的税 然后才开发票 是的 我们也有认识过 所以他已经 額外收了5% 但是他不开发票 因为我们给出去的不中收数 都大 到5%的税都多 他就一直都不肯开发票 再能够做的话 就是用LINE去记录这些交易 只有一句 因为给现金不是很安全 因为现金没有记录 你回款的话 银行又可以有秘注 对于自己有些保障 台湾开公司 这些发票 是证明我们有出入记录 公司有营运的 对我们投资移民是很重要的 因为要给政府提的 如果没有就麻烦 这里要留意 你们两个家人都过来了 是的 他们开不开心 都开心的 就是认识一下我们住的地方 是 其实是来想看看我们过得好不好 是 其实他们来很紧张 是吗 我怕他们来到见到我们 觉得我们过得不好 是吗 所以就过到来 他们看完就放心一点 是的 有点 今天这么热闹 他又看到你都不是举摸母亲 他们来到之后 有些什么 你觉得是很好 或者有些什么是不好 最好 最好第一就是 台湾周围都有厕所 包括折运 商场 餐厅 很多地方 是有厕所 而且很干净 所以老人家就觉得很方便 我也觉得很方便 因为很多厕所 是 跟我们的交通流量 是刚刚的方向相反的 因为他是绿灯 走着人 他的车都可以转过来 是 有些人就不太习惯了 那些老人家开头会很害怕 因为会觉得 哇 做什么事 不用望 但这些车照转 我明明是绿灯我没错的 为什么有车转 如果家人来过来台湾 有老人家 是要教他怎么过来 陪着他 就会安全一点 而且会有很多机车 就是穿穿插手 也要提他们小心一点 除了我自己拍片之外 我也是要来做摄影师的 怕我想拍片之后 太多follow了 不知道怎么办 对啊 正式不幸 不要妨礙他 有很多朋友都来 那我们祝你生意兴隆 多谢你 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对啊 好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啦 拜拜 嗯 嗯